听说最近全网的帅哥都来三亚了 姐妹们你们是不是都已经按耐不住了 所以说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那些人准备来三亚 或者说未来一定会来三亚的姐妹准备的 今天呢我就教你们如何体验一场 高质量的三亚之旅 括号有帅哥是最好的啦 比人不才 除了会抓帅哥之外呢 还有一个隐藏技能就是 攻略小能手 刚好呢今天有两个粉丝要来三亚旅行啊 我就带他们给你们示范一下 现在我们去机场接他们 走 天哪 三亚的这条路看起来真的太有感觉了 哈喽 杨阳 哇 这是咱们粉丝嘛 他可能我并别管他 你朋友吗 对 这个是我北京的闺蜜 怎么称呼啊 六六 我是小鱼 你们之前来过三亚吗 之前来过 但是没怎么好好玩 对了 今天就带你们好好地感受一下 咱们回头我可以约你们拍照吗 别管他 我怎么感觉有点眼熟是吧 我真的觉得他有点眼熟 他之前来创作练宗 我知道了 你知道那个练宗还有谁吗 还有我们拍过的一个帅哥 18吧 是的 18呀 对 那搞熟人了呀 我们车就在那 好可爱 哇塞 女孩子对粉色讲什么都是完全没有抵抗力的 是的 你们平时来三亚的时候是打车还是住车呀 打车呀 打车其实三亚的景点还是挺多的 就很不方便 我记得他有很多个弯 什么亚龙弯 海棠弯 凤凰岛什么的 然后像你如果租车的话 租这种粉色甲壳是最合适的 因为它开到哪儿拍照都非常好看 在租车之前一定要检查一下这辆车 像车上面这种小瓜子什么的 一定在租车之前要拿你的手机 环绕着车去拍一个 把每个细节都拍到 在签完合同之后才能防止被坑 像我们租的这样大概价格在一天150到300之间吧 当然也有更好的还有更多五颜六色的 反正看在海边拍照绝对好看 上车了上车了 现在三亚的第一辆车我们搞定了 接下来就带你们去吃三亚的第一顿美食 这个地方是我问了身边很多的帅哥朋友 还有美食博主他们强烈安利的一个地方 听说这个地方很多的网络明星都会来 这个点刚好是吃下午茶的环节 我带你们订了一家很哇塞的下午茶 这边有海 对我们今天就是在这边海边吃饭 这有很多拍照打卡的地方 你看那个电话屏 还有这个躺在这边拍巨好看 前面这边还有一个很长的鞦韆 有很多网红都在那拍照的 快去快去 这个地方太适合打卡了吧 你这样拍我不会背光吗 不会 这才是三亚的正确打开方式嘛 你好我们预定了一个位置 您会这样 许 许 这边是 好好看 是比图片上的好看多了 我们是唯一的一桌是吗 对 透海的位置 好棒好棒 面条大海 春暖花开 天呐 这个视角绝了呀 哇塞 太美了 这个一定是三亚比大卡的地方 是 芦朴 芦朱 芦朴 芦朴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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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这个时候的夕阳拍照也太美了吧 店里面小姐姐还帮忙拍照 可以看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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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太美好了 所以说姐妹 快爱着你们只会吃什么 只会拉屎的闺蜜和男朋友们 让他们以后带你们来三亚玩吧